在2024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分战赛中 中国女排的12人总决赛阵容 由袁智领先 丁霞与张长宁名列其中 这代表着其实力 他们在赛场上的杰出表现令人称赞 中国女排的复工线人选及其状态更受瞩目 高毅 杨涵玉 王文涵的表现 将直接影响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因此这次比赛 这帮年轻球员肯定也会全力以赴的 张长宁任队长 袁智之教 蔡斌会随队 留守的朱婷等8人因全勤参战 奥运资格继承定局 巴黎奥运采用12加1模式 皮卡或闺尼非凡 以防王梦杰伤情 剩余四个名额涉及多个位置 张长宁 高毅等人有望入选 王云露竞争机会有存 庄与山一手关注 但中国女排倾向保留第三复工 蔡斌将借总决赛评估 完成奥运阵容拼图 这份名单展现了中国女排的战术方向 极加强进攻和确保遗传的稳定性 张长宁和王云露的恢复状况 成为中国女排的关注焦点 张长宁术后恢复情况尚未明确 王云露的状态下滑也令人担忧 这两位球员是中国女排的主要得分手 如果她们无法恢复状态 将对总决赛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排斥连总决赛 日本全主力阵容蓄势待发 而中国女排则由原制之道 率领非主力班底出征 引发外界忧虑 王云露或重用或转型接应 旨在强化薄弱位置 二传线徐晓婷迎来展现实力良机 队伍调整暗含挑战强敌的策略转变 此番排兵布阵虽遭质疑 实则为中国女排年轻血液 提供了宝贵实战舞台 胜负之外成长与磨合更值期待 总决赛对于球队的意义显而易见 它关系到球队能否晋级半决赛 是检验球队实力和团队协作的重要机会 在这个重要的赛事中 中国香港飞往泰国 而其他参赛队伍已经抵达泰国曼谷 东道主泰国队作为第八支队伍 也将加入到这场激烈的竞争中 针对日本调整篮防策略 提升进攻效率为取胜支持 此一超越单一比赛 乃中国女排转型期的全面试炼 其收获取决于如何将此经验 转化为未来国际赛事的坚实基石 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 四分之一决赛赛程 6月20日中国BS日本